花莲福伦社致力于优秀学子的助学服务 8号上午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 特别举办了第60届 国中品学优秀学生奖助学金的颁奖仪式 总计花莲县内23所学校 100名的学生出席受奖 提供了50万元的奖助学金 给花莲县县立国中品德优秀的学生 每人可以获得5圈颜的奖学金 期盼能够协助花莲县内加进困境 而且努力上进的学生们 九过一甲子 花莲福伦社8日上午在花莲县府大礼堂 举行第60届国中品学优秀学生奖助学金颁奖仪式 提供50万元奖助学金 每名5000元 总计县内23校100名学生出席受奖 肯定包含东里 丰宾 赴北 等南到北 分发向学不畏艰难困境的国中生 并由国风国中富城美同学代表致感谢词 我们将会抱持着感恩的心 在未来的学生阶段 不管是科业技能 以及体育艺文方面的活动 我们都会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并期望自己能在 日常生活中发挥富人社的精神 对人宽容诚恳 能够原谅别人 能够友善亲切的对待别人 多多关心别人 多多帮助他人 每年都要再办这个奖助学金 因为今年是60届一家子 所以我们设理室特别厚大举办 我们的总经费在我们设理总共有募集了52万 那我们是针对县里的国中学生 我们预计颁发100名学生 然后每个人给他奖金5000块 希望说在这个奖助学金的区块 能够帮助到我们学童 能够让他们努力向上学习 然后在社会上做个有用的人 以后能够报答我们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社团培育 以及鼓励在学的孩子 能够积极向上 能够经过品格以及积极向上 不断的往前 所以我们是不是 各位孩子们 各位校长们 我们是不是给在地的社团 长期耕耘以及为国家培养国之栋梁 另外对于我们很多的弱势 以及花莲县政府各局处 很多的方案的支持 我们是不是给花莲福人社掌声一下 有花莲福人社颁发的奖助学金 属于人道服务中的助学计划 这也是花莲福人社成立60年来 持之以恒的服务计划 本着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 希望表扬及帮助品德优良 孝顺上进的年轻学子 期许学子们持续努力上学 秉持进取与感恩的心 有朝一日也可以回馈社会 记者长邦言华联士报导